所以最后今天的主要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说前面是做枢纽分析 然后再利用枢纽分析里面的分割啦 它其实就修detail,把这个detail秀出来之后 然后呢再做这个 把它重新命名,然后最后再把它删掉 那最后呢我们就是换成别的啦 所以你们可以练习的时候换别的资料试试看 最后再绘制图表 OK 那绘制图表最后其实还是可以再变更啦 所以你们也可以换换看 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就是包含 图表的类型 比如说这个地方图表类型 假设你不知道201跟后面的这个参数 它怎么下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录制句集啦 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圆形图 那你就可以录制圆形图之后 那你就可以产生这个参数 把它放上去就可以 理论上一样会有at char2 然后呢后面其实就是它的坐标 这两个就是它的位置 这两个就是它的宽跟它的高 边slate其实就可以啦 所以其实这边也可以拿来当范本 稍微做个 修改 OK 那最后的话呢如果说你 假如还有哪些地方要变 比如说你说老师这个title 字太小 可不可以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如果字要放大要怎么改 其实 理论上 如果你要变更它的字的大小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啦 应该是说这个字的大小我印象中 前面也有用过类似的 比如说你可以点fong 这边有没有fong fong 这个没有的话那就是test 文字的 文字的fong chat title fong fong 对 它有fong fong的话就是它的title字型的颜色 OK所以有时候其实可以用 蛮直觉的方式去推敲 这个是它的颜色 如果你要字变 大小的话就什么 点size OK 然后比如说字大小16 如果你执行的话你会发现 它这个字 应该会稍微大 如果不够大的话你可以调整整18 那假如说呢我今天希望呢 它的字除了放大之外 颜色要变红色的话 那其实是一样 就是fong 这个地方可以拿什么 拿刚刚这个fong size 底下再加一行 一样嘛点什么 点color就可以了 字的什么颜色 那前面有讲过啦 如果vba里面 假如说要 设定颜色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rgb 所以你打一个rgb 刮糊 那如果红色的话呢就是什么 255 痘点 0 痘点 0 OK 把它这个这样就完成了 执行一下 OK 应该执行这个 OK 糟糕 刚刚的资料不见了 没关系 我再重新产生一下 这个把它删掉 然后重新分割一个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空白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 在那个 数据分析里面 你必须要让它重新 重新再跑一下 重新整理 因为 它里面的catch 它不会说你删掉资料 它会自己更新 不会 你必须要自己更新 所以你假设说呢 你这边有空白 就是我们删掉资料 它没有更新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 让它怎么样 让它重新更新一下 不然的话呢 它变成说会有一些 旧的资料 在里面 而造成错误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更新一下 那你说更新过之后的话 必须要让它资料重跑一下 不然的话 它变成了出现的资料会有空白 这个也许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把它删掉一下 重新再跑看看 这还有空白资料 Ctrl向下一下 这个到 所以底下 这个可能再注意一下 更新一下 最后的话呢 如果说 我刚刚已经再加上那个 字的大小 字的颜色 把它执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 它出现的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还有呢 其实这个程式 写完之后 假如说有些同学 比较吹毛求疵的 就是说 想说 在这个地方呢 开头都是 Add chart to 不是 Active chart 点 有没有 你会发现都是同一个物件名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那其实 如果 前面好像有讲过 如果有同样的那个名称 如果假设你要简化 它的程式码的话 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有个叫Wiz 的东西 Wiz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物件名称怎么样 把它搬到Wiz的后面 那以后的话呢 前面这边 你就不需要重复了 只要加一个点就可以了 也就是 Active chart 那这个地方呢 你就记得加一个EndWiz 一般习惯 会把这边 这四行按个Tab键 让它缩排一下 OK 那这样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程式看起来 相对比较清爽一点 因为 如果全部都是 Active chart 那这样 感觉好像重复的东西太多了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再把它执行的话 理论应该是OK的 OK 跑出来的结果 所以今天的重点 理论上就是 第一个 就是做 梳纽分析表 里面的话 程式里面需要改动的地方 其实要注意的细节 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 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找一个 你平常 会用梳纽分析表 你可以录制一下 然后并且看一下 里面的那个程式 修改的原理原则 我前面有讲过 所以 可以再 看一下那个 我前面讲过的那个 录影 部分 另外分割的话 主要是用那个 show detail show detail 等于true 然后可以把 我们需要的这个资料呢 通通把它做分割 分割出来 那最后就删除了 其实这个删除前面讲过 再来就是从网络更新资料 那更新资料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 针对那个Google试算表 OK 去做 资料来源 当然你也可以在试作看看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抓的话有一点问题 我再查查看好了 那最后的话就是针对什么 针对 这个 枢纽分析表里面呢 在做绘图的动作 那回去的话你可以 针对那个 直条图 或者可以把它改成折线图 或者是圆形图 等等其他图形 OK 那 今天的 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就 先 讲到这里吧 那下一次 上课的话 研究上我们就 继续再来看那个 第7个单元 有关分割部分 所以回去的话 可以下课之后的话 可以试试看 我这边是有个范例 问题07 总共就是 有非常多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个工作表 一个一个工作表 把它变成个别 一个工作表 就存一个Excel的档案的话 比如说甲班 存一个档 乙班存一个档 最后存完之后 可以把这个档H 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呢 最后颠倒过来 再把它合并回来 OK 或者当然也是啊 其实主要是练习怎么样 可以 把工作表 变成工作部 然后最后再把工作部 再变回 原来的工作表 OK 甚至可以做转档动作 如果各位有时间 也许可以把这个 第7个单元 先稍微看一下 那 最后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问题 OK 还是说下课之后的话 自己再 做 做个消化吧 OK 那原则上 不知道我们今天 时间也差不多 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 OK